词曲 李宗盛 通常在地球表面 海拔每上升150米 气温就会下降1摄氏度 平均海拔超过4000米的青藏高原 气温总是远低于同等美路的其他地区 但高海拔也带来了更多的阳光照射 强烈的光照弥补了热量的不足 各种植物顽强生长 高原大地充满生命的色彩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即便在冬天 拉萨的街头依然十分热道 这座位于河谷平原的城市 每年日照超过3000小时 因此也被称为日光之城 这里有着现代的节奏 也保留着古老的习俗 很多拉萨人的早晨是从甜茶开始的 这是一种红茶和牛奶熬制的饮品 拿一只杯子坐在熟悉的位置 把零钱随意放在桌上 没人担心钱会算错 即使互不相识 也能聊到一起 桌上的零钱混在了一起 人们喝着喝着就成了朋友 再吃一碗葬面 各自开始一天的劳作 拉萨的好天气来自于一条山脉的影响 喜马拉雅 冰雪的故乡 地球的最高点 深藏于山脉之中 是一条条沟壑 它们是暖湿气流的通道 湿润并且充满光照 在其中的一条沟壑里 夏尔巴人正在插秧 夏尔巴人主要居住在中国的西藏 尼泊尔和印度境内 它们种下的是一种叫做基爪谷的作物 喜马拉雅山悬延峰 世界上体型最大的蜜蜂 能飞到海拔四千米以上 寻找高原之上 顽强的花朵 它们的蜂巢 直径往往超过两米 高高悬挂在峡谷中间最险峻的崖壁上 两条河汇聚撞击掀起巨浪 两百多米之上 一个从未被人采摘过的巨大蜂巢 折伏着 夏尔巴人是登上珠峰 人数最多的族群 米马每年都要登山采蜂巢 不是为了蜂蜜 而是要完成一个重要的使命 grape 空蜂巢 即使是村里最老最富经验的采蜜人 对那个地方也悲感畏惧 对那个地方也悲哀 神圣的使命让他们做出了一个危险的决定 记忆中只有两三个人曾经上去过这里 用随手砍来的竹子制作工具 驱赶蜜蜂的烟最为重要 一定要在蜜蜂发现前把烟准备好 否则后果不堪设下 喜马拉雅宣言风拥有蜜蜂种群中最强的攻击力和毒性 就在这时突然下雨了 火把灭了 烟也灭了 采集还没开始 整个蜂巢都被激怒了 失去烟雾的保护 被上千只蜜蜂围攻 正是老辈们出世式的状况 雨越下越大 第二个火把还是灭了 大雨让河流瞬间变得蒸泥 峡谷中的风也越来越大 第三个火把 如果这个还不行就只能放弃 因为天色江湾 火把灭的开放 路上 天色江湾 你怎么想要 大雨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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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喜马拉雅山的另一个角落 这种蜜蜂却变了模样 在这里蜜蜂在哪一家筑巢 意味着哪一家的运气好 男主人与孩子在院子里游戏 蜜蜂仍十分平静 只有男主人在院子里一边喝酒一边说笑时 蜜蜂们才有些骚动 但从来没有攻击过主人 秋冬之后突然有一天蜜蜂们飞走了 留下了蜂巢和大蜂巢的蜂蜜 他们小心地尽量不损坏蜂巢 期待他们明年如约归来 不费半点力气 一家人就品尝到了自然精华的甜蜜 喜马拉雅孕育了最凶寒的蜜蜂 也孕育了最慷慨的蜜蜂 亚路藏部江边一片平缓的山坡 山坡上鲜花盛开 羊群对这种鲜花似乎颇感厌恶 它确实有一个让人害怕的名字 狼毒草 狼毒草虽然有毒 但在多杰看来却是好东西 狼毒草虽然有毒的部分是根 那正是多杰最需要的部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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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杰所在的村子拉絮 有一千三百年造旨的历史 有一千四百年造的 有非常的努力 有很多人在這裡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以狼独草为主要原料的藏纸 柔韧 不怕重铸 不以变色 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在这里纸张即将被赋予新的生命 今天藏纸的最重要用途 是与同样古老的刁板印刷联系在一起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德格印经院拥有三十多万块刁板 保存着藏文化中大多数的经典 这里依然完整使用刁板印制书籍 一早打开门 晾晒一夜的纸张进入院内 纸张与刁板的相遇即将开始 纸张 刁板 以及宁静愉悦的心 一应一刷 等同修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印好经文的纸张 为切割 打磨 染刺 最后装定成刺 纸张从此将接受信众的鼎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海拔四千五百米以上 几乎是所有农作物的进去 但人们依然种植着一种最满强 也最重要的高原作物 青蛤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当日雍措 古老本教的最大圣湖 一千多年前 这里曾经是著名的象熊王朝的核心地带 海拔四千五百多米 宽阔的湖面和湖边的山 却营造了一片温暖湿润的小气候 在圣湖边的一小片土地上分布着几百块农田 这些农田每块都不大 但都拥有自己的名字 如狐狸尾巴 月亮升起的地方 可见主人们对田地的珍视 土地如此宝贵 需要精打细算 于是村里产生了一个特殊的职位 田长 田长多杰的父亲是田长 爷爷也是田长 一早多杰走到村里一间老屋前 用手仔细寻找某个特殊的点 靠在这个点 看向另一个点 根据古老的历法 多杰在脑中运算 然后选定了一个重要的日子 田长最需要管的是水 虽然面朝当日用错 但它是圣湖 也是咸水湖 无法用来灌溉田地 整个村子的用水 来自山上的溶雪 生气 在一边 生气 在下午 他在家里 在下午 中传日子 我们的 innoc受 这里 要距离 来做 好 我 好 今天 我 早 我 开庚节是春天的盛典 是开离和播种前的庆祝和祈福 各家把清磕酒集中起来 人们坐在村子的蓄水池里 听着多节总结上一年情况 再说说来年的打算 混在一起的清磕酒洒向天空 狂欢开始了 比一比谁的力气大 把巨大的石头放在蓄水池中间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将石头垒成一个石柱 记上哈达 人们向田掌身上抛洒三把 为来年祈福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哈达 八十岁的错母却睡着了 他的心思在自己的双胞胎姐姐那里 错母的姐姐是旺母 是她最牵挂的人 旺母是一个虔诚的修行者 二十多年前独自来到圣湖边修行 只回过村子一次 旺母每天要围着湖边神山 转一圈 上次见面还在半年前 听说最近姐姐身体不好 错母的心就放不下 我给大家看 这些东西都没有碰到碰到碰上 你是不是在家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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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我她已經沒有一個禮物 全部都是不想這三字 你們都沒有一個禮物 但是就要坐下來 等下 坐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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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湖边姐妹俩似乎有说不完的话 开庚节的第二天开闸放水 种子也再次回归土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青壳 青藏高原独有的古老作物 现在已经有了七十多个品种 土地给人以无限的想象 哪怕是在狭窄的山间 尘堂 风潮菜集已经结束 人们完成了制作佛像的使命 四个多月已经过去 现在该为即将开始的收割忙碌了 鸡爪谷 这种形似鸡爪的粮食 蕴藏着特殊的生命能量 一年一度的收割开始了 一年薪老组织了鸡爪谷 多半的女人们精心制作成酒 一年薪老组织了鸡爪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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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很容易了 네 收割快完成的时候 村里有人的新房班工 三天三夜的狂欢开始了 嫁着父母的面子 整个狂欢中最重要的是鸡鸟鼓酒 这些留着辫子的男人喝下鸡鸟鼓酒 歌舞发自内心并且乐此不辟 九十二岁的老太太也依然饮酒 在一个大桶里插上好几只习惯 大家同饮同醉 收割完成 人们会步行一天 进入森林的深处 寻到一处神秘的温泉 这处温泉拥有天然的九个溶洞 在这里劳动者们消除一年的疲惫 一个秘密代代相传 如果不对这片温泉充满敬意 泉水将失去温度 这就是第三级的腹地 人类在这里生存劳作 享用土地的馈赠 亚鲁赞布江中游的一块土地上 却是一片沙丘 因为河流水位随季节变化 冬天水量减小 河床裸露出来 高原的寒风不断将沙粒卷起 在地势叫缓的岸边堆积成了沙丘 索朗 这里的致沙人 每天行走在这片沙丘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这是一项浩大的国家工程 与沙搏斗无法速战速决 在沙丘的沙业之间 从沙丘下面 打出水并不难 但是水管经常被沙子堵住 无法把水送到更远的沙丘 好在制沙的方法不止一个 他们先用杨树和柳树包围沙丘 然后再用小木棍给沙丘画上区域 在这些小方格之中拨洒灌木种子 在强烈的光照之下 劳动者们把沙丘变成了一幅画 有时候索朗会去看看年轻时候种下的树 听一听树的声音 三十多年了 索朗已经记不清种下了多少棵树 他相信有一天这片山谷 会变成一片森林 中文字幕志愿者们 高原的土地还出产一种特有的建筑材料 阿嘎土 慢慢把它和碎石 夯石 制作屋顶或地面的过程 被称为大阿嘎 年纪大一些地被分成一组 先把碎石慢慢夯石 当阿嘎土与水相合的时候 需要用持久的热烈来锻造 这个过程也可被叫做千锤百炼 每一小块地面至少需要七八天的锤打 不断地干燥 不断地干燥 不断地浇水 不断地锤打 用阿嘎土制成的屋顶 有一种强烈的粘性 即使支撑木粮发生断裂 屋顶也不会坍塌 打阿嘎队伍中的年轻人 赋予着他现代的色彩 打阿嘎阳 打阿嘎不在于唱了什么 在于手脚的自由和心底的鱼 藏族人说阿嘎吐不是石头不是泥土 而是大地的金花 在于手脚的自由和心底的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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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手脚的自由和心底的鱼 在手脚的自由和心底的鱼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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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